如何時時有神的同在 如何時時起落興散 第一 聖經中有很多說話 告訴我們 神經常復善我們 經常祝福我們 經常想念我們 在我們周圍 這些說話 我們看完就不要當 一個金句地讀了一筆說 真是神這樣做 這是信心 第一是信心 第二是恩典的祈禱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的 放鬆 神在祝福我的 這是其中 另外有甚麼好東西 立即想到是神給我們 即是很簡單 睡醒覺 是不是朝早上都覺得好一點 睡醒覺的 即是神 我有睡覺這回事 因為神給我們睡覺 即是神 昨晚腦這麼忙碌 今早起床 腦清醒了 即是神 即是見到好的東西 有好的食物 即是神 神就真是好 所以要很刻意去做這些東西 是要刻意的 這是一定要刻意的 即是因為沒有這個習慣 是呀 那就變得好像很刻意 是呀 是要很刻意的 像是很假的 刻意不一定是假的 是 刻意不一定是假的 我意思是我自己會有這樣的感覺 為甚麼要刻意呢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生活方式 即是依靠世界各樣的東西 是吧 你依靠你的能力 讀書得好才會有人稱讚你 你依靠你的能力 做工做得好才會有好的工作 你依靠很多人來說 夠吸引力 所以找到好的範圍 即是有些人 即是他依靠他的一種 就是他所做的事 即是這個世界上的人 都是這樣的 即是基本上是一個恩果 即是你要做甚麼 你就收甚麼 如果是恩果的話 我們就很不行 因為我們這麼多不好的東西 應該是很多不好的果 但是神就將這些恩果改變 讓我們是可以百百無福 所以這是一個 一個就是你要努力 我們都要努力 不過甚麼都要靠努力 是你要得到人的歡喜 你要努力 所以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們來說 神愛我是無條件的 神幫我是無條件的 所以這種思想模式是人不會自己有的 事實上很多人相信耶穌很多年 他是將律法的觀念套入基督教的 你要看聖經 你現在沒有看聖經 你沒有看聖經當然沒有 這個就是律法 你要看聖經 你要做甚麼 你有沒有處理散除 沒有處理散除 當然是受苦 即是用這些都是律法的方法 我就是神的愛激勵為我們 基督的愛激勵為我們 所以你看聖經 用心去看 你就會看到思想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人是靠自己 靠人靈 靠財力 但是我們是倚靠神 所以思想模式是要改變的 所以我有這個教導很重要的人學的 就是用神的角度看慢能 用神的角度看困難 神早就預備 看人生 神有個計劃 看事奉 神一定會喜悅的 你有心事奉 神會好喜悅的 所以我很輕鬆 看果效 神會有他的果效 我不用揹著重担 因為不是我們普通的模式 如果我用一個例子 我們人是習慣走路的 你現在開始游泳 你發覺不可以站緊 你走路要站緊 但你游泳是沒有東西拿緊的 如果一個人總是不敢下水 那些不敢下水的話 就下水了 他要拿緊這件事 或者玩溜冰 有沒有玩過溜冰 你走地上就要站緊 但溜冰要很鬆 所以溜冰不放鬆 人很容易跌 一跌的時候就撞得很痛 玩溜冰就叫你跌的時候 不要放鬆 這樣就沒那麼痛 這是一個刻意做的 所以溜冰的時候要學一種不同的方式 做一個好的基督徒 一個輕鬆的基督徒 都是一個刻意的 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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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刻意的 有很多很快趣的 那就好 如果用一個感情的心 那自然就不需要很刻意 只要用一個心 覺得你是相信這個神 你真的給予不去 很自然的 因為我現在是 我發覺我很短時間 已經是 好像已經做到 不舒服 躺在床上 自己是控制不到心 說 感謝你 你給我病 知道我軟弱 你的大能 知道人是有限的 自然是感謝你 跑得很快的 現在我們 病都病少了 就算是病 你感恩 可能心情 有感恩的心 就跑得快 這是真的 但我發覺 當你升級 你有升級之後 你面對的困難 你開頭的困難 是可能在自己發出的 慢慢進步 你是可能別人加給的困難 而不給他影響 總是我們會受影響一陣 但何時能處理到 這就是要抗襲 刻意 即是我有點煩惱 我怎樣處理 其中一個方法 怎樣知覺煩惱 就是經常都讚美神 神在愛我 經常是神 一發覺有些不對勁 立即便會發覺到 留意到便處理了 所以輕鬆得性 其中是說到 是要刻意 不過是輕鬆的刻意 三個月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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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